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折磨碎也到最后一刻的怪怪的上司 我觉得他管理经验可能没有很多 那你要不要举一些例子 比方说 上班某一天他就是忽然9点多 他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 就说 你怎么没有打卡 你迟到了吗 你怎么都没有联络 因为日本就是如果你电车或什么迟到 你要先联络嘛 然后我就都没有联络 然后我看到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我是10点上班啊 然后他9点30几分 我说 你是不是迟到 你怎么没打卡 这样 然后我就说 我是10点上班啊 我有搞错吗 等一下 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10点上班一个月了 对对对 重点是我已经10点上班一个月了 而且重点是 他只用了他还是只用你这个 他没有任何搞错的理由 我也不懂 我就想说 这个你也能搞错是为什么啊 而且他没有老到 记忆力这么不好啊 他有时候跟我们分享那个 就是会议跟比如说上班 5分钟前就在位子上 对啊 5分钟前行动啊 5分钟前行动是尝试 对 那你们公司有这个尝试吗 你5分钟前去会议 因为会议室根本就还有人 就上一场会议室根本就还没有 然后去那边等啊 我也是 我们公司大概是5分钟后开始 而且大家都会拖到时间啊 差不多差不多 5分钟后路 不是5分钟前行动 因为大部分如果上一间都会拖到时间 很多 对啊 所以没有他就是要看到你一个行动 就是觉得 他就是要跳起来就对了 我先去了 然后电脑抱着 然后我就去 这样子 而且你还要说我先去 蛤 而且其实之前就有人在讲啊 就是日本人对于会议 开始的时间非常的在意 但他们就不在意结束的时间 对 所以才会一直拖 然后下一场的人进不去 对啊 这样步伐5分钟 对啊 还有一个那个 请假的尝试 请假那个 我们真的搞不懂 大家听一下 这个时候 解释一下 因为我是 下一个礼拜四要请假 我是这个礼拜二跟客户做的 很早欸 像是一个礼拜前嘛 很早 对 然后我想说我这样算是提早了 然后我就跟客户讲 那那个窗口 当时那个人他也没有跟我说不好 然后我上次就说 那个客户都在他们寄了个客宿的没有来 说 我临时请假 然后 为什么不能提早讲 那他们找不到人 可是已经提早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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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让他讲 为什么找不到人 就是他们下礼拜四有工作要我做 然后我忽然请假 他们找不到人 然后我上次就会骂我了 他就说 你是不是很 就是前一天才跟人家讲 而且 以尝试的人来讲 应该 尝试如果你要请假的话 尝试的人来讲应该 应该是一周 应该是一个礼拜前吧 然后我就回他说 我下礼拜四跟他请假 这天是几号 但是我跟他讲的时候 是上礼拜二十几号 我说这样子不算是一天前吗 一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前 然后他就回我说 他就 因为他又是一个 搞不清楚状况乱发火的心 我想说你跟我计较 我可以跟你计较 我就算给你听 我这样其实是十天前 然后他就回说 一个礼拜请假是什么 两个礼拜前的 请的最后一天 所以等于是 我要在上一个礼拜五 就讲 我下下礼拜要请假 那不就两个礼拜前了吧 因为你记得吗 我是下礼拜四有请假 如果我 如果要上礼拜五讲的话 我其实就等于两个礼拜前讲 这不是一个礼拜前 那就是两个礼拜前 那就是两个礼拜前 我想说那就是两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是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什么时候说 一个礼拜是两个礼拜前的 最后一天 太好笑了 他说我就傻了 我当时我也没回他 因为我就 太难懂了 他就是想说 又傻傻 他就抓到机会 他就抓到机会 又骂 他又怕又傻傻 又爱骂 最后 最后 我要还电脑 最后一天 上班完 然后我从先去客户那边 上班完晚上还电 他也一直问我说 你几点 几点要还电 然后你几点要回到公司 现在没有人在上班 对啊 然后刚才四有 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我一直以为 就是他上司 是要帮他 做一个小的见别 因为会有一个小见别 或是带他去吃饭 或什么的 没有他其实只是问他 你到底几点要回去 然后他本人也没有在 因为他本人也是在家上班 对啊 所以那请问到底 几点回去公司还电脑 到底是关你什么事 他就一直问 他就是前两天问一次 前两天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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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的傍晚五点 就问说 你今天几点要回到 回到公司 他真的好险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哇他问了三次 我真的一度也以为说 诶 所以他那天 哈哈哈哈 他那天是有要去公司 就是说他要去 赌我吗 是说他要演 对 他表现是要赌你 哈哈哈 见牌书 见证你有还电 那见证我有跟玛玛丽的人 就是爱撒子 但是玛玛丽没有人 对啊 但是因为现在公司都没有人嘛 而且 我在公司本来就没有固定的位置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附近 所以你也没有席近 对我没有附近 你要整理 没有啊 因为我东西都 真的假的 没有东西在公司啊 然后因为我上礼拜有回去公司那一天 我就已经 因为那天我招了 比较多人会回去 所以我就已经有先跟 当天有在的人 请跟大家打狗招呼 然后我还 记得做国民外交 我还买凤梨酥 请大家吃哦 好棒哦 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这些事情 你不用跟我讲 我都有做到 好啦 反正就是他也不在公司嘛 所以 所以他也没有要做 我真的是一度有期 所以他还会去公司吗 所以你要来赌我 对啊 所以最后一天 对 你是不是要最后还在骂我 但如果也没有啊 然后他最后他也没有说 那你还了吗 也都没有 那我也不想跟他报告 哎呦 太好笑了啦 就很笑 所以要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你 耶 好 那我们最后 请事业给遗嘱的朋友们 一个建议吧 觉得你在看镜头 对我在看镜头 对啊 你不用看镜头 所以好看这东西吗 不用你什么都不用看 你自然就好 好 就是说因为 比方说遗嘱的话 你会有你自己的专业领域嘛 那大概有 比方说各个方面的专业领域 那如果你想要 比方说更多机会的话 其实 因为现在大家很强调你 比方说你的沟通能力啊 沟通技巧 或说你的协调能力 对对对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有你的专业以外 你还有别的 比方说你 沟通能力也蛮好的 然后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工作啊 或者是说 你的外语能力 就是说如果你除了你的专业以外 你的 也不是个性 而是那个以外的能力 如果可以再多一点的话 嗯 选择其实会更多 那当然你专业还是要有 你会的东西 跟你有办法说明 跟 最好是你做的事情是别人 讲出来的 对你可以讲出来这样 就是表达能力也还蛮重要的 嗯 那因为在日本的话 其实 我觉得日系的企业 通常薪水来讲 其实不高 我觉得说 以一般工程师来讲 嗯 当然你换成台币是很好 但是如果你跟 其他业界的比 就不会太高 对其他业界就是日本一般的比 其实我真的觉得 算有点廉价老公 嗯 然后加上你工作的时数 其实都还蛮长 嗯 其实我觉得有点辛苦 那所以说 如果说你 除了 比方说日文以外 如果你英文你还蛮好的 我会觉得你就去外 外之戏 其实那个薪水又是更 一个不同的层次 嗯 对啊 那如果是对日系企业本身很有兴趣 那也是可以再来看啦 对 怎么会看啊 怎么觉得你很太推荐啊 没有因为你可以 可以认识很多奇怪的人 然后增加自己人生的经验 我觉得也是不错啊 对啊 没有因为我 好我作为你 我觉得各国上司应该都有不同的坏 就是坏上司 可是 当然我觉得日本人他们就是 很多是 有些人是对自己太没自信啊 其实他就是没办法handle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面向 会有一些地方有点日本的特征 但是通常这种人 其实其他日本人也都非常讨厌他 所以我是觉得 希望有一天他可以看到我们的频道 你说他上司了 他应该看到也不觉得是在讲他吧 蛤 对啊 拜托他连 他连那个 他连你10点上班都不会记得 他搞不好真的不会知道他实在讲 他也会以为你在讲别人 然后就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烂 然后为什么没有发现实在讲 对 对 那指笔道歇了吗 不行不行不行 外型啊特征啊 人家在抓这个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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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人的感觉 好啦那 那 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没有 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吧 拜拜 恭喜恭喜 拜拜 希望以后次也来上我们 也上我们的节目 分享他的新练习 好 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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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来 喜欢 喜欢 的故事吗 后来 上司过了一个月之后 传讯来问 电脑 完了没 真是有够疯癫的 祝福 岁也在新公司 遇到好上司 也和天下上班族 公子 公司 抓住 好 看 满 没有 那个 的